第三千三百七十六章控制血老怪 意识大意 被柳无邪一剑刺中胸口 鲜血淋漓 小子 你竟然伤到我了 堂堂血老怪 这些年不知道诛杀多少人 今日竟然被小小的后背给伤到了 恐怖的血腥之气 铺天盖地 方圆空间 布满着红色血雾 这是血老怪修炼的血色领域 极为恐怖 柳无邪呼吸为之一代 血色领域竟然能影响到 他体内的气血之力 让他极为不舒服 浑身血液仿佛要蹦出体外 极境之躯 柳无邪立刻运转极境之躯 在神魔九变以及万钧壁垒顿的加持之下 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很快消失 一只血红色大手 凌空浮现 朝柳无邪狠狠碾压下来 令人窒息的力量 逼着柳无邪身体不断下坠 小子 你可以死了 却老怪彻底爆发 宛如一头血红色的狮子 张牙无爪 恨不能将柳无邪碎尸万段 面对血老怪的攻击 柳无邪无动于衷 手掌轻轻举起 土杀 必尊更恐怖的剧长 横扫而出 将血老怪的血色剧长直接震碎 轰 强横的冲击 形成惊人的涟漪 发出轰隆隆的声音 震得柳无邪耳膜作痛 不愧是灵神六众 战斗力要比邓行严还要强 横好几分 却老怪真实修为 绝对超越了灵神镜 只是修为被封印了而已 但他的战斗经验 早已超越了灵神 你竟然破解了我的血魔掌 却老怪望着完好无损的柳无邪 脸上流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 我本无心杀你 但你三番五次想要置于我死地 那就受死吧 柳无邪还要着急去寻找师父 要尽快结束战斗 刚突破到神君七重 正好检验一下自己的实力 到底达到什么程度 举起破日剑 这次没有施展台剑术 而是完整版的混沌战斧术 台剑术只适合偷袭 血老怪已经学经了 肯定不会再次上当 蹦 当神秘府应荣入破日剑的那一刻 天穹上突然裂开一道缝隙 宛如天崩地裂 站在苍穹上的十名使者 脸色大变 纷纷往后退了好几步 这是 这是什么玉神术 从形态上来看 柳无邪施展的是剑术 但是大使者岂是泛泛之辈 一眼便能看出 柳无邪这一招里面 蕴含着太多的东西 王荣 你看这起手势 像不像你们天神殿的开天辟地 陈寺转过脑袋 曹蒙蓉问道 很像 但要比开天辟地更为强大 招式更为完善 王荣也发现了 柳无邪这一招 竟然跟天神殿的开天辟地极为相似 开天辟地是一门斧法 传承多年 至今天神殿还有不少圣子修炼 这门斧法威力无穷 一旦施展起来 可开天辟地 他们却不知道 柳无邪如今施展的是完整版的混沌战辅术 后期经过无数次修正 才有今日这番模样 之前修炼的混沌战术 其实就是删减版的开天辟地 面对这汉式无皮的一剑 血老怪面色阴沉 感觉自己的身体 被某种力量给禁锢住了 无法动弹 权聘之门 为了安全起见 柳无邪召唤出来权聘之门 更加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权聘之门吸收了本源之力后 早已发生了蜕变 如今的权聘之门 更是围扼 高大 充斥了无尽的古老沧桑的气息 宛如一尊神门 从天而降 吃落已久的玄聘之门 竟然在他身上 柳无邪寄出玄聘之门的那一刻 将其他几名使者的目光 也吸引过来 玄聘之门乃天地神门 消失无数年了 这些年不少修士 一直寻找玄聘之门的下落 却没想到 落入到了下三域 这玄聘之门我要了 洛恒突然开口道 玄聘之门落在柳无邪手里 简直是抱舔天物 如果自己练化 绝对能让玄聘之门的威力 提升几十倍 如果他通过考核了 难道你要打算杀了他 陈四歪着脑袋朝落恒问道 这玄聘之门连他们都心动了 柳无邪乃考核弟子 一旦通过 他们就要带他前往中三域 他不会通过考核的 落恒嘴角浮现一抹凝笑 只要柳无邪一死 这玄聘之门自然落入他的手里 随着玄聘之门落下 血老怪的身体行动能力越来越差 他的反击 显得苍白无力 破天 破日见狠狠斩下 苍穹裂开一道巨大缝隙 无尽的飓风 从四面八方涌来 浩强的玉神术 饶是邪老怪见多事广 也没见识过如此强横的玉神术 柳无邪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是雷霆万钧 随着玄聘之门的镇压 血老怪身体不断下沉 就差跪在地面上了 惊刃 柳无邪奇招频发 对付这种活了很久的老怪物 绝对不能大义 以免阴沟里翻船 无尽的惊刃 宛如金色飞刃 从四面八方袭来 刚才他施展的吐沙 我就怀疑他修炼了神形五岳掌 没想到他竟然掌握了 中三玉的玉神术 难道他是中三玉的修士 过山眉头紧皱 他有些看不懂柳无邪了 按理说下三玉的修士 是不可能接触到中三玉玉神术的 况且神形五岳掌 乃极品玉神术 纵然是他们 都很难找到完整版的 各大宗门倒是掌握一些 不过都是残缺版的 很难将五招合到一起 神形五岳掌拆开的话 是五种招式 合并到一起 更是威力无穷 吃吃吃 惊愿四处乱飞 带起了一蓬蓬血雨 顷刻间的功夫 血老怪的身体上 出现无数伤口 这小子的战斗经验 竟然比血老怪还要丰富 他真的只有神君静吗 站在苍穹上的十名使者 无法形容此刻的心情了 柳无邪展露出来的经验 实力 修为 都堪称一流 纵然是放到中三玉 也是不可多得的天才 血老怪不是他的对手 一直盯着柳无邪的古梁 这时候开口道 却老怪的实力 他们非常清楚 如果没有被封印修为 使得柳无邪也不是他的对手 他现在残存的实力 实不存一 面对强悍的柳无邪 很难翻身了 略大境界杀人 这小子的天赋 恐怕我们都望尘莫及啊 花千兜一脸唏嘘地说道 他们的天赋 能尝尝到天神境 已经是极限 血色轮盘 就在破日剑快要斩下的那一刻 血老怪施展了一门秘术 一尊血色轮盘抵挡在自己面前 咔嚓 破日剑以一往无前的姿态 直接震碎了血色轮盘 随着血色轮盘的破灭 破天的威力 也减弱了好几倍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我知道你们是进来考核的 需诛杀大量的污蛮之人 我知道哪里的污蛮之人最多 血老怪慌了 虽然他被囚禁在此几十年了 但还不想死 只要不死 就有机会逃出去 听到血老怪知道哪里有大批污蛮之人 柳无邪顿时收住件事 他虽然有寻蛮风 能第一时间锁定污蛮之人的位置 但需要不停地寻找 如果知道污蛮之人的住所 或者说哪里藏着大量的污蛮之人 确实能省去不少麻烦 告诉我哪里才能找到更多的污蛮之人 柳无邪一步步走向血老怪 以防万一 右手扣住神秘碎片 如若反抗 立即杀了他 我告诉你 就能放我离开吗 血老怪老成精的人物 怎么可能直接说出来 不能 柳无邪摇了摇头 血老怪以吃人为乐 这种人留在这里 只会有更多的下三欲天骄死于他之手 最好的办法 直接杀了他 你 血老怪气急 没想到柳无邪如此不讲武德 给你三席时间 告诉我哪里藏着大量的污蛮之人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 柳无邪寄出强横的魂力 强势镇压下去 他的魂力 早已堪比高级灵神境 纵然是邪老怪的魂力 也不及柳无邪一半 面对柳无邪魂力碾压 血老怪精神瞬间崩溃 直接一屁股坐在地面上 以防血老怪撒谎 柳无邪第三元神 强势进入他的魂海 控制他的记忆 乌蛮之人的老巢在盘龙山 以阿鲁哥为首 不知道怎么回事 最近许多乌蛮之人 正在朝盘龙山聚集 似乎在商议着什么大事 却老怪不敢隐瞒 151时到初 尤其是阿鲁哥 他可是乌蛮之人的首领 这里的乌蛮之人 都听从他的号令 这个阿鲁哥的实力如何 柳无邪将阿鲁哥 这个名字记在脑海中 朝血老怪问道 堪比林神九重 血老怪搭拉着脑袋 看来连他都惧怕 这个阿鲁哥 柳无邪皱了皱眉 之前他就隐约间 察觉到一些不对劲 这些乌蛮之人 似乎在酝酿着什么阴谋 现在看来 的确如此 你跟乌蛮之人熟悉吗 柳无邪没有着急杀死血老怪 而是朝他问道 他们之间的谈话 苍穹上的十名使者能看到 却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那小子在干什么 不是要杀死血老怪吗 过山有些看不懂了 为何柳无邪迟迟不斩杀血老怪 其他使者摇了摇头 他们也解释不清楚 熟悉 打过几次交道 却老怪将自己知道的全盘拖出 第三千三百七十七张乌蛮之人的计划 却老怪混迹小世界好多年 认识乌蛮之人 倒也不足为奇 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 混入乌蛮人队伍中 打探消息 他们是否在酝酿着什么阴谋 柳无邪心声一记 却老怪已经是砧板上的鱼肉 随时可以捏死 眼下还有更好的用途 先留他一条小命 听到柳无邪不杀自己了 却老怪感激流涕 公子请吩咐 我一定赴汤到火 在所不辞 却老怪很是怕死 立即表明心机 至于是真是假 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放开你的元神 柳无邪没有度化灵神境的经验 必须要小心翼翼 直接放邪老怪离开 肯定会集结更多的同党来对付自己 最好的办法 将其度化 如果是普通神军境 直接度化便是 你要做什么 却老怪面露惊恐之色 放开了元神 意味着自己的小命 还是掌握在柳无邪的手里 打来这么多的废话 柳无邪说完 第三元神施展吞噬术 开始吞噬血老怪的记忆 我放开 我放开 却老怪慌了 无奈之下 只好放开元神 就在他放开的那一瞬间 柳无邪注入大量的信仰之力 你 却老怪感受到信仰之力 元神迅速做出反抗 柳无邪清晰地感受到 信仰之力正在反噬自己 度化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对手魂力太强 修为太高 贸然度化 会反过来控制自己 却老怪可是灵神六重镜 虽然魂力不如现在的柳无邪 但他全盛时期 绝对是超越灵神境的存在 受到信仰之力的影响 束缚在他元神上的封印 竟然有松动的迹象 小子 多谢你了 却老怪元神松动的那一刻 一掌朝柳无邪邪劫劈下来 直接将柳无邪先飞出去 砰 柳无邪身体砸中了一株大树 撞得整株大树四分五裂 站在苍穹上的所有使者面面相去 他们看不懂柳无邪在做什么 刚才还控制了血老怪 为何血老怪突然反击 信仰之力还在不断纠缠 血老怪调动自己的魂力 强行练化信仰之力 这样就能控制柳无邪 更可怕的是 邪老怪身上的气势 正在不断攀升 刚才还是灵神六重 顷刻间的功夫 已经提升到灵神八重左右 这样下去 对柳无邪极为不利 柳无邪虽然想到了 杜化灵神境非常的危险 却没想到 血老怪的魂力 远要比自己想的环要恐怖得多 一个蹦射 柳无邪没有选择后退 而是直接冲了过去 玄聘之门 再次祭出玄聘之门 朝血老怪狠狠碾压下去 小子 我已经解开了十分之一的封印 你不是我的对手了 乖乖的让我吃掉你的血肉吧 却老怪发出节节的笑声 身体不闪不闭 任由柳无邪冲向自己 险些被柳无邪杀死 让他心中憋了一口怒气 绝对不会让柳无邪轻易死去 见血老怪不动 柳无邪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灵神一寄出 只见一道残影 出现在血老怪的面前 好快的速度 却老怪大吃一惊 他没想到柳无邪的速度 快到如此程度 等到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根藤条 出其不意甩在他的身体上 啪 关键时刻 柳无邪迹出了打神鞭 却老怪原神强大 那就利用打神鞭 鞭打他的原神 看他还如何反抗 利用灵神一的速度 成功遮挡住了打神鞭 纵然是苍穹上的十大使者 也没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听到血老怪发出一声惨叫 啊 这老怪双手捂住脑袋 发出杀猪般的怒吼 趁着原神分裂的瞬间 更多的信仰之力 冲入他的原神 没等血老怪做出反应 信仰之力彻底将其占据 好险 柳无邪做好之后 往后退了好几步 以防信仰之力失效 他现在的修为 想要度化灵神境非常之难 等了约莫展查时间 血老怪缓缓睁开双眼 脸上的表情 变得无比虔诚 属下见过主人 血老怪的语气也变了 称呼柳无邪为主人 信仰池中突然多了一副面孔 正是血老怪 证明柳无邪成功将其度化 李现在混入污瞒之人当中 将打探到的消息 立即汇报给我 柳无邪对着血老怪说道 奇怪的是 血老怪的境界 竟然停留在了灵神八重 刚才解开的封印 并未愈合 是 血老怪连忙点头 去吧 挥了挥手 血老怪宛如一道红色旋风 消失在树林之中 目送血老怪走远 柳无邪这才起身上路 尽快找到师父 此刻盘龙山 聚集大量的乌蛮之人 这些年各大超一流宗门 不知道抓来多少乌蛮之人 小世界中的乌蛮之人 只是沧海一宿罢了 阿鲁哥 你召集我们过来到底要做什么 老子正在外面杀得兴起 再凑齐两个名额 就能离开这鬼地方了 一尊身材高大的乌蛮之人 踏入山洞之中 骂骂咧咧地说道 此人也是一个狠角色 虽然实力不如阿鲁哥 但也有灵神八重左右的实力 手底下笼络了许多乌蛮之人 此刻山洞中 聚集大量的乌蛮之人 这些都是来自各大部落中的佼佼者 只是阿鲁哥是某个强大部落之子 身份地位崇高 在场的这些乌蛮之人 都要听从阿鲁哥的调遣 今日召集大家过来 是有要事跟大家商量 想必你们也知道了 这些该死的人类 把我们当成猎物 随意地猎杀 这样下去 乌蛮之人永无出头之日 更是无法活着逃离此地 既然如此 那我们不如联合起来 将这些人类灭掉 单兵作战 容易被那些人族逐个击破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团结一心 才能击溃这些人类 阿鲁哥站起来 对着在场所有乌蛮之人说道 能坐在这里的乌蛮之人 各个修为强大 新一色高级灵神镜 汇聚一起 绝对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我们如果真的杀光了所有人类 他们才不会放我们离开吧 这个时候 一名乌蛮之人站起来 提出反对意见 郭沃山已经宣布了规则 猎杀十名人类 即可放他们离开 要是将所有人类杀死 那他们也别想活了 其他乌蛮之人点了点头 虽然阿鲁哥说道没错 他们不反抗的话 永远被囚禁在这里 永无出头之日 实不相瞒 有人类找到我 愿意跟我们合作 只要我们灭掉几个人 他就告诉我们 小世界传送阵的地方 到时候我们就能乘坐 传送阵离开了 阿鲁哥目光环顾一圈 将蜈蜈的计划说了出来 蜈蜈只是告诉他 杀了柳无邪 只能放阿鲁哥一人离开 阿鲁哥显然没有说实话 他现在的目的 是借助其他乌蛮之人的手 来除掉柳无邪 只要柳无邪一死 蜈蜈就能带着他离开小世界 这才是阿鲁哥真正意图 此话当真 听到有人族跟他们合作 在场所有乌蛮之人站起来 千真万确 具体信息 我不方便透露 这位使者告诉我 谁能杀死一个叫柳无邪的人 就可以离开小世界了 阿鲁哥乃部落之子 不屑于撒谎 他的话 还是很有分量的 我们直接猎杀十名人族便是 何必这么麻烦 这会不会是人族 给我们布置的陷阱 还是有不少污瞒之人 持怀疑态度 他们完全可以猎杀十名人族 为何要如此麻烦 去追杀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子 你们不会天真的以为 杀了十名人族 就可以离开了吧 实话告诉你们 那些使者压根就没打算放我们离开 他们只是说让我们离开小世界 说让我们返回乌蛮族了吗 阿鲁哥义愤填膺的说道 他们乌蛮族跟人族打交道又不是一天两天 人族什么时候放过他们乌蛮族活着离开了 果然 阿鲁哥话音一落 整个山洞顿时安静下来 这个叫柳无邪的人到底是何方人物 连使者都要杀他 从阿鲁哥语气中不难听出 想要诛杀柳无邪的不是武功 而是其中一位使者 具体情况就是这样 愿意跟我干的 现在就组建队伍 去围独柳无邪 一定要在七天之内将他诛杀 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 阿鲁哥见时机差不多了 再添最后一把柴火 如果真的能乘坐传送阵离开 那是最好的结局 这样就不用受到使者摆布了 连之前怀疑阿鲁哥的那些乌蛮之人 也认为阿鲁哥说的有道理 就算他们诛杀了十名人类 离开了小世界 到了外面 还是死路一条 除非使者直接放他们回到乌蛮族 他们跟阿鲁哥一样 只要有一线机会 都不想错过 明知是陷阱 也要试一试 不是 永远没有机会 干他压的 反正都是死路一条 那名身材高大的乌蛮之人 手持一柄锯锤 扛在肩上 决定干他一跳 就算不能活着逃出去 多猎杀一些人类 对他们来说 也是好事 经过阿鲁哥重新排列 一共分为十支队伍 百人为一组 展开地毯式搜索 尽快找到柳无邪的下落 阿鲁哥 不是要猎杀那个叫柳无邪的小子吗 追杀这两名女子又是怎么回事 布置计划的时候 阿鲁哥拿出柳无邪的画像 除了柳无邪画像之外 还有两名女子 正是雪衣店主跟南宫尧基 也在诸杀名单之中